撤销亚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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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改革 狼烟冉冉生起 凡亚尼还我传统领域 自救汇集族人 28号上午在亚尼矿场下方 波士安部落私人空地 首次举办228狼烟行动 共同声援亚尼议题 立委搞入于用 也清零现场 并承诺在立院一定会监督亚尼案 不让居民权力丧失 这个部落有问题了 我们实在挡不住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会生起狼烟 生起烟火 寻求各部落能够过来帮我们 那这个意思也一样 我们受了什么什么压迫 受了亚尼压迫 在这个矿业法里面 高路移用会持续的坚持 不管从碳矿采矿 或者是矿权的申请跟展现 矿业用地的申请 都必须经过部落的知情同意权 这一点高路移用在立法院 会持续的坚持 现场有樊亚尼自救会长祈福爱 也唱起反亚尼之歌 富士村部落会议副主席 陈孝文表示 村民应该团结起来 以致面对亚尼的问题 共同解决 但凡亚尼自救会认为 亚尼三下的波士安部落 最有资格来跟亚尼谈判 而这也是这次朗烟的诉求之一 我们自救会跟部落会议 一定要谈解 我们的嘴应该是对外 不是对内 一定要坚信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21条 那为了亚尼是否在这里 要经过这个 真正这个部落 也就是框架这个部落人 这个同意权 不是现在所谓大部落会议这个 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要求政府 就说在还没有谈之前 一定要真相报告 真相报告出来 要追究责任 那一切都可以谈 潘亚尼自救会提出了多项诉求 包括要求撤销 矿权展现必利己停工 践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 新城矿场应进行 环境影响评估 要求真相 矿业法修订等 呼吁政府能重视他们的诉求 有时新闻 感谢玛雅华林秀林 采访报导 有时新闻有时新闻有时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